这龙祖身后 此乃我结教 你铲教门人 教主佛于定要重启风神 还天地朗朗乾坤 这股力量 你无法承受 陆仙 大道修为 结凶成恶 没想到龙祖灵力 恢复速度如此之快 看来必须先放门 或教主遇见 喂 赶紧醒过来 别废话 先把士兵清除再细说 哼 我是天上地下最可爱的 选择灵匠 加入战 我们要开始战斗了 你可知道 灵匠之间 点击此处 就可以随攻击被克制的对手 可以增加攻击双方 行动藏满了 此处可以查看 敌我双方的行动顺序 打完了 我饿了 事态紧急 先向我们分头 你负责心 记得 除恶必尽 操作摇杆 可以自由前进 目标明确的任务 选中后 可以自动前往 你想救他一命吗 发现了 我在疯 只要有隐魂灯 就可以 我来告诉你 怎么使用隐魂灯 来了来了 跟我进入风神台 再次使用隐魂灯 我是金卫 炎帝的女儿 金卫填海 哪都来了 神兽白泽 知白鬼之事 小万妖之名 走 我们回去看看 卧主 谢谢 你 风 如果你获得 卧主小心 有强大的敌人隐藏在附近 站在前排的灵匠 更容易被攻击 来了来了 把防御型的灵匠 换过来吧 这不能让我安心看书吗 我们要去河大海战争 可以查看队伍的 灵匠有字 好了 让我们继续战斗 如果觉得灵匠们 战斗速度太慢 可以使用加速攻击 使用技能时 可以怒气草已经满了 让我们使 让敌人就像烟花一样 璀璨的消失吧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是胜利 咦 得了剑武器 提升攻击的装备 从此处进入装备功能 这里是装备武器的地方 看 灵匠变弹 看 灵匠变强了吧 以后可要记得 多弄点厉害的装备 很济实地 目前情况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又有仙童伴家 让灵匠加入战斗阵容 别忘了保存哦 要开始历练 只要完成历练目标 就可以领取 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哦 其实 灵匠们 在自动战斗时 选中集火目标 灵匠就会集中攻击它 云界绝 鹿兴红 兔子急了也要人 没事 举手之狼 敌人又送我们一件宝物 赶紧看看里面有什么 呀 是神话卡 这可是对灵匠的能力 有很大帮助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此处可以镶嵌 选择我们 镶嵌了神话卡后 灵匠就会获得新的技能 我们稍后在实战中试试看 这就是神话卡带来的技能 能够大幅提高灵匠的战斗力 没事 举手之狼 让我们为神话卡选择契合的灵匠 交送给他吧 我是金卫 炎帝的女儿 金卫填海 现在属于他自身的神话 这简直是绝配 快 趁现在对内阵法失效 我们快出去 云界绝 弄星红 风暴来咯 兔子急了也有人 御剑术 斩 小心脚下哦 没事 举手之狼 村中的士兵都清理了 大家都没事吧 没关系 早上 什么事 没有 云蟹爵 鹿青红 风暴来喽 兔子齐了也要人 御剑术 斩 小心就笑 有花瓣 送送 别想逃 落叶 鬼根 没事 举手之冷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出魔 行侠仗义 分锁应为 当灵将的修为达到瓶颈时 此处展示现在执行 我感受到的力量 可疯